為了幫助獨居長輩抵抗這波寒流 華山基金會特別準備保暖的背心帽子 還有暖暖包跟營養食品來探視老人家 同時閒話家常 關心生活狀況 對於華山的愛心跟貼心 長輩們都感到社會的溫暖 有這些志工的關懷 身心相對更健康 都每天 剛才沒給我 每天都給我 這個比較冷嗎 冷 剛才衣服穿著就不冷 這個比較冷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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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華山好啊 華山好啊 怎麼說好 我們來吸收就很好了 老人家說 我們如果賺錢也沒錢 我們來吸收人生就很好了 對此基金會表示 縣內十個服務站在寒流來襲之前 除了居家訪視之外 也會常常電話聯繫 提醒長輩注意自身的保暖 所以其實我們在上個禮拜開始 就陸陸續續把一些保暖的毛帽 或是暖暖包這些東西 送到我們服務的長輩家 對 那我們也會在就是 前兩天就開始用電話持續的關心 我們這些服務的長輩 那提醒他們就是這兩天 要記得做好保暖的工作 那我們也就是期待就是家裡 如果有長輩的話 也要就是請長輩早晚 因為就是起床的時候呢 就是一定要再多加一件衣服啊 或是頭部跟腳部手部的保暖 宜蘭新聞記者張立琳採訪報導